今天在第四届中国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协同创新平台大会 即首届金凤干细胞论坛上 中国发布首个人员干细胞国家标准 生物样本库多能干细胞管理技术规范 标准包括采集和接收、复苏和培养、冷冻与储存、质量控制等方面 这标志着中国在干细胞样本库管理上有了标准技术支撑 对于推动中国干细胞研究和应用的规范化、标准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也为干细胞领域后续相关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先行示范 这些干细胞把它能够做成可以用的技术 然后把它标准化有指控能够形成产品甚至形成药物 这是转化和最后到临床去使用 如果没有标准 如果这个标准得不到去应用 那这个市场越大风险就越大 国际上竞争也很大 这也是制定标准的目的所在 也使得我们国家在干细胞领域能够与国际同行能够并跑 甚至有一些领域是临跑的 中国在干细胞领域率先制定相关标准 不仅能够规范科研实践 规范伦理标准 更对科研成果转化和行业发展至关重要 提升中国生物医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